张志伟 男26岁安徽人 士风学院本科 快起学专业 男儿纵马家外里 志士迎师 泪千行 红山巅峰 有静草 两三灯火 是故乡 大家好 我叫张志伟 来自安徽合肥 是一个极其渴望 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主义者 今天想在这里寻求一份 英童用品 教育培训 和投资类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是赤峰学院本科 但我这上面写 你参加过两次高考 我总觉得是 没有经历过复读的人生 是不完美的 什么 没有经历过复读的人生 是不完美的 还有这些逻辑 我看你结婚了是吧 还有孩子 对 大学期间经历一些故事 后来我就去山区支教 我老婆是那个支教机构的创始人 之前在我跟他俩认识的时候 他其实正好处于 就是跟他前男友分手的那个 你属于见缝插针 对对对 但后来因为出了一场车祸之后 我用我的真情 因为当时车掉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活不了了 我就把他都抱住 然后我就从那山地上 你护着他 对 护着他 然后我跟他说我爱你 但我没想到我活着在 也就是说你是在抱着他的过程当中表白了呗 对 是吧 谢谢您 他没受伤吧 他没受伤 你受伤了没有 我当时也没受伤 这是真是 是你策划的 没有 感动 这女生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真的会很感动 他因为他认为他可能会有问题 没有那是万幸 但是他如果在这过程中 一个男人这样对我的话 我会特别地感动 在你的这个成长历程过程当中 你的所谓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那第一次高考毕业以后 我是去 先是发传单 然后第二次高考毕业以后呢 我就是卖花 因为我总结一个就是经验 就是你马上下车的时候 如果你递一个单页给人家 如果你首先做到微笑服务 然后我下车就把两个门打开 把单页递给人家 然后包括全程做好 有房地产的时候做好他的数据收集 做到最高的时候是从外场 就小蜜蜂派房传单的 然后干到外场顾问 然后再从外场顾问 干到内场顾问 你说这段 你说这段经历是相表的 这个故事到底在哪里 这个故事呢就是 世界上聪明的人有很多种 我总觉得有一种聪明叫做 大智若鱼 然后认真对待工作 这是你的观点 你的故事在哪里啊 我做销售的起步的那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小聪明 真正的聪明是大智若鱼 对 你表达的是真正的聪明是勤劳 跟大智若鱼没什么关系啊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就是卖花 突逢下雨 然后我的花就卖不掉 结果我就必须得 后来我就把那个花 干脆一步做 我就插在路边上的那个 是车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那种心态 没有什么 实在卖不出去了 我总觉得手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对 这是我真两个故事 只要你真诚地去面对这个世界 你就会觉得人间值得 对 果然是 这个意思吧 我看了四五年的《非宁莫属》 但是今天见到真人 确实是紧张 不过我说心里话 你别把花插我身上就行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特质 就是 就是他表达的真诚 刚才许总 我觉得刚才今天一段 特别咄咄逼人 人家讲的故事那么简单明确 你还在问你的故事呢 你的故事呢 就是真诚是非常好的 其实他后来表达出来的这种 就是说 我不是伶牙利词 但是呢 我是用真诚来对你 这是很好 但是同时在销售的时候 你要在比较快的 比较短的时间内 让对方理解 你要卖的东西 或者你要想描述的事 这个上面我要讲 就是说你需要提高一下 其实我认同 许昭老师刚才讲的 你今天没有展示出 作为销售经理 而且你是30K 这个水平没体现出来 原因很简单 销售要么你就是非懒即奔 业绩做不好 你今天肯定体现出 你是个销售达人 一定是有能力的 那你刚才讲的是 你是勤奋 或者努力 但是能力部分没展示 所以说如果你希望 让企业给你30K 以上的高薪 我不认同 他今天的求职是6K 他愿意从30K到6K 因为他想进入一个 新的产业 一个新的行业 他已经决定了 如果他今天还是愿意 接受舒适区的话 他可以继续在他30K工作 他现在的公司是6K家 为什么愿意 从3万降到6千呢 我为什么要愿意 降到6K 因为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本身就是从 我过去 我已有的经历 有只有两段 一个是山区支教的经历 第二个我以前 做过一个课程顾问 再一个的话 就是区域经理 快运的区域经理 我是一步一步 成长过来的 你面试的岗位 就是销售吗 销售 我对销售是异常的 别的考虑吗 还有培训师 没有地域选择 有地域的 哪里 合肥周边的 左右的城市 二三线城市 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在是一线城市的 偏农村地方 好 第一轮选择 收有的去过流 取了五盏灯 还有七盏灯 先